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為什麼要在今天告訴大家 308我們要上街頭 日本福島到今天即將見滿三週年 可是这个三周年给了我们政府 什么样的警惕呢 没有 我们看到的是执迷不悟 执迷不悔的政府 我们为了孩子 我们为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要全面废和永续家园 台湾尤其是在台北 我们面临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冲击跟影响 就是台北有两座核电厂 而且还有第三座核电厂 正在兴建当中 那如果这三个核电厂 只要有任一个核电厂出问题 相信我们全台北的市民 包括我们合作社的社员 都会住的不开心 然后吃的也心惊胆跳 可是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么多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上街头 目的不是为了想要被拍照 而是我们要争取孩子一个平安长大的未来 那我们用3月8号这一天站出来 自己表达心声自己决定 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长大 我们不要把核灾的恐惧跟核灾可能都会有任何一个灾害 留给我们的孩子跟下一代 在街头上大声的喊 我们很隐性的在人群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团体已经走在上面了 妈妈永远是站在后面支持孩子的 可是一年过去了 我们发现 一年前我们的主张 我们觉得所有的资讯应该要公开透明 这一年里头没有 没有公开透明 没有对话 政府甚至拒绝对话 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的政府不断告诉我们说 何事是必要之二 但是我们在这边要代表我们450万的儿童少年 要对我们的政府讲说 核心是不是真的是必要之二 我们的政府何德何能 用这样的一个恐怖又没有安全 又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核电厂 来为难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我今天看到 我们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小孩 站在街头上 这就是我们过去长久以来 我们公民靠命运动中的很重要的一环 我们要对我们的政府说 如果你不能给我们下一代一个安全健康成长的环境 请你不要用核四来为难我们下一代好不好 看到这么多小朋友感到幸福 但是同时也感到一阵心酸 希望孩子平安长大 这是全天下父母最基本的心愿 但是连这么卑微的心愿 今天看来都日夜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 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方 离核电厂只有19多公里 也就是说我们正处在日本福岛核灾爆炸之后 彻底清空绝对撤离绝对永远不可以回来的禁制区内 然后20公里处就是我们的总统府 我们大家想一想 今天我们的孩子要怎么平安长大 如果你觉得你不够懂 你不懂得核 你不懂得要不要反核 你不知道你觉得你的资讯不够清楚 那我想人生有更简单的原则 古人就说过大灾问 你可以站出来发表你的疑问 不然你的疑问没有人会回答你 所以3月8号请你一起站出来 我们可以一起问这个政府 为什么一定要核四 为什么一定要核电 谢谢 核能发电的成本不是一度电几块钱 核能发电的成本是一度电几个小孩 你要用几个小孩来换你电力的用电 所以今年刚好碰到市长选举 我这边很简单 我不投蓝不投绿 我投反核的市长 我投会保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市长 谢谢 308这个礼拜六 北中南东 台湾四面开始 重复游行 我们请大家能够一起站出来 告诉我们的政府 我们要全面备合 我们期待台湾是个永续的台湾 我们请308一起走上街头 我不要核灾 我要平安长大 我要平安长大 不要核灾 不要核灾 平安长大 平安长大 三八七上街 八七上街 要孩子 不要核子 不要核子 全面备合 全面备合 会派 平安长大 平安长大 你 我 明儿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